原來如此 草莓 大頭 上台一鞠躬 大頭啊 我跟你說一個 網路的笑話好不好 網路笑話 好啊好啊 你說來聽聽 那你要仔細聽好囉 我準備好囉 大 你什麼角度行 你好好笑喔 哪裡好笑啊 你說什麼我都沒有聽清楚 你再說一遍啦 好 大 說什麼小豬好 什麼 你還說什麼 好好笑喔 你罵我 哎呀 跟你開個玩笑嘛 只是想要跟你講這個網路的笑話啦 還蠻好笑的 好冷喔 好啦 那你說說 你都利用網路學些什麼 那天呢 我還跟三個網友出去聚會 什麼 網路交友 可要多注意安全耶 這個很重要 我知道 而我們那天三個網友 都是女生 我們都是美食的愛好者 哦 那你們的聚會都做些什麼呢 那天我們舉辦了一場 食尚少女聚會 食尚少女聚會 你們都唱得很食尚 也不是 食是食物的食 食尚少女 哦 對 你們都是美食的愛好者 那應該吃了很多好吃的吧 嗯 這也別提了 那天其實不是一個很好的回憶 啊 啊 又這麼糟啊 都要怪那個洋娃娃囉 有人帶洋娃娃出門 不是 是其中有一個網友 他是外國人 他的網路暱稱就叫做洋娃娃 哦 那這個洋娃娃它怎麼了 那天食物一送上來 他就尖叫跑掉了 嗯 他被什麼東西嚇到了 那天我們點了一桌的點心 其中有一道就是豬血糕 豬血糕 很好吃啊 這個豬血糕啊 花生 你怎麼看 用眼睛看 不是 目前方向指出三名的嫌疑犯 嫌犯A 揚聲式的大學情敵 嫌犯B 豬血糕店的老闆 嫌犯3 揚聲式的家庭醫生 I know 嫌犯一定就是這三個之中的 其中一個 可不是多長得一樣 而且 是被下毒的 是畫人講 必可 豬血糕少了一口 我有看到 不過 這四周沒有什麼打鬥的跡象 你有沒有發現 這案情一定 發生不久 有什麼新發現嗎 還很香 好香啊 這個花生味 不是 我是說 有什麼新發現 有 沒有 我倒是覺得這個聞起來 比較像鴨血的味道 鴨血 怎麼可能啊 難道是因為 這鴨血有毒 所以兇手一定就是 不是 豬血糕一剛開始 是用鴨血做的 你不知道嗎 當然 不知道 書上血 以前的人用鴨血做鴨血糕 但是因為鴨肉少鴨血貴 所以敢用豬血來取蛋 就變成了現在的豬血糕 原來如此啊 那也NO了 我知道兇手是誰了 是誰 你有什麼新發現 兇手又是 原來只是睡著了 不好意思喔 我剛才太認真吃豬血糕 不小心就 睡著了 我知道了 這豬血糕裡面 一定有安眠藥的成分 所以養生師 他才會咬了一口之後 就睡著了 不然養生師不會 沒有用過 就這樣睡著了 你說是吧 又睡著了 也太好賺了吧 記住喔 很卡的喔 很多外國人 是不敢吃豬血糕的 所以就把楊娃娃給嚇到了 這各國的飲食習慣不同 大家都不是故意的啊 後來就有人提議了 要帶楊娃娃去收收金 這倒是新奇 不知道廟裡的神 認不認得外國人耶 應該沒問題的 因為我們那天去的那間廟呢 是拜文昌帝君的 我看現場就有很多人 拿著英文的原文書去拜喔 文昌帝君就是保佑考試順利的呀 沒錯 文昌帝君啊 他平常看了這麼多的 英文原文書 所以他的英文應該是很料的 是這樣說的嗎 總之啊 那個收金的阿姨啊 他就在楊娃娃的身上 這樣子 傻傻的 過不久楊娃娃就笑了 笑喔 這麼有笑 我就趁他們在收金的時候啊 我就在廟前面的攤子 買了壯圓膏要給大家吃喔 對 收完金 再買個壯圓膏 逃個好吉利 所以我就舉起我手上的壯圓膏說 嘿 我買了壯圓膏給大家吃喔 哇 你這麼用心 我想大家就更開心了吧 嗯 沒 有人哭了 啊 楊娃娃又哭了 不 這一次哭的是 落地書聲 落地書聲 又是網路上的別名 師弟 不過 只是個壯圓膏 他哭什麼啊 啊 落地 於是他悲重鬆來 他已經重考了七次了 還是沒有考到他想要念的學校 所以看到這個壯圓膏 讓他壓力大到哭起來了 也不是 他說他想起壯圓膏的由來 就特別的有感觸了 各位觀眾 十神大賽正式開始 最後是史蒂芬羊 還是傅盆梅奪得十神的封號呢 史蒂芬羊 你有什麼話要對傅盆梅說的嗎 今年十神的封號 我是 勢在必得 哇 好有殺氣啊 那傅盆梅有什麼話想說嗎 哎呀 男人不要只有第三嘴 你試試看啊 試試看啊 試試看啊 今天的競賽想必十分的緊張 現在公布今天的主題 壯人膏 沒錯 計時開始 從兩位堅定不移的眼神當中 我感受到兩位最美食的執著 史蒂芬羊 熱情奔放 覆盆梅 內斂沉穩 史蒂芬羊 請問你對這個壯人膏有把握嗎 是的 事情是這樣子的 壯人膏是奧妙之處 就是要如何做出它 鬆軟綿密的口感 這才是重點 哇 聽起來很厲害 現在我們來聽聽覆盆梅怎麼說 嗯 我不只會做壯人膏 我還知道它的由來唷 嘿 嘿 嘿 以前有一個人要進金感討 後來他辦錄的時候把錢都花光了 於是他突發奇想 就把錢磨成了薑 然後再加上一點配料 最後就做出了連皇帝都 贊不絕口的點心 他烤起壯元之後 這一樣糕點就被稱作為 壯元桑 原來如此喔 你要做什麼 緊張什麼啊 你說的比做的還要好聽耶 時間 就一下就給它過去囉 剩下最後的五秒鐘 五 五 四 三 二 一 停 各位觀眾 2015時尚大賽冠軍即將出爐 這麼快樂 我不相信 太精采了 誰都沒有想到結局是這個樣子 2015時尚堆高高大賽 謝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 怎麼會這樣 不可能 我的比較高大 我的比較高大 這個落地書聲哭得嘻哩嘩啦啦的 所以我們每個人都空出一隻手 我來安慰他了 扣出一隻手 那另外一隻手在做什麼啊 另外一隻手要吃壯元糕啊 那哪叫安慰人啊 我就說了 這壯元糕剛出爐 大家一定要趁熱吃的啊 可憐的落地書聲啊 不過啊 落地書聲的這份壯元糕 也沒有浪費啊 我們拿去拜文昌帝君 希望可以讓他考試順順利利的 說實在的 你們這個食尚少女聚會 真的很波折耶 可不是嘛 既然我們都叫十少少女了 所以光吃個壯元糕 怎麼會滿足呢 當然是不夠的啊 我們後來就走了 當地一間有特色的小吃店 對 吃有特色的 準沒錯喔 我們就派了好迷信去點餐 怎麼會有這種名字啊 因為他做什麼事情啊 都要看皇曆的喔 像那天我們的聚會 也是他選好了日子 他說那天什麼 移出行 祭祀 會親友的 真的好迷信喔 不只這樣 他還說那天衝鼠龍的 所以不移向北 我們只好往南走了 真專業耶 可是我們不該請他去點餐的 那他點了什麼 他就是什麼都沒有點 那他去了哪裡啊 他找老闆吵架去了 吵架 他說老闆賣的東西不吉利 你們到底走進什麼樣的店啊 那一家是賣棺材版的 好吃的棺材版 該不會 他是嫌人家食物的名稱不吉利吧 他堅持要老闆改了名稱之後 他才要點 哪有這種事啊 怎麼能改呢 這道棺材版的由來很特別的耶 歡迎回到 悠悠千萬大富翁的節目現場 現在由太陽隊暫時領先 醜梅隊 兩位準備好了嗎 來吧 OK 好 請問 悠悠台的節目原來如此 節目跟什麼有關係呢 A 吉祥物 B 食物 C 怪物 E 大人物 請搶答 YEAH 好 由我們的太陽先回答 A 吉祥物 恭喜你 答錯了 那我們現在換草莓回答 如果答對了就可以先回答 揍死題 就有機會 你轉勝喔 我猜 我想應該是 B 食物 恭喜你 答對了 YEAH 好 那我們的草莓可以優先回答 揍死題 題目是 關材版 沒錯 請問 台灣的小吃關材版 原先的名稱是什麼 A 超超版 B 雞肝版 C 天花版 D 七道鐵版 請做答 這題好難喔 請 時間剩下 5 4 0 1 秋超版 答案確定 確定 好 恭喜草莓 答錯了 YEAH 接下來 換太陽回答 那我要使用山去法 好 太陽要使用山去法 答案剩下 快點 時間剩下 5 5 4 3 1 你做答 B 雞肝版 確定 確定 恭喜太陽 答對了 可是 為什麼棺材版 以前叫做雞肝版 那是因為 一剛開始 有一位師傅 想要結合 東西方料理所發明的 一剛開始 是用西式書盒 加上雞肝等中式餡料做成的 所以稱為 後來 有一群考古學家 到廚師的店裡品嘗 覺得形狀很像棺材 從此就改名為 原來如此 好 那麼 我們要恭喜太陽獲得 今天的勝利 獎金五千元 以及五十分的棺材版 開手 太棒了 書家 不要氣餒 草莓 你獲得安慰獎 獎金一千元 以及 下位 來回機票 開手 為什麼 為什麼 你的獎金比較多 可是 開手 耶 可是他又去 稍微的機票耶 耶 你們有棺材版啊 後來 你們到底吃棺材版了沒啊 沒有啊 我們就一直跟老闆道歉 然後拉對好迷信 離開了 所以 沒吃到棺材版 沒有 真可惜耶 不過啊 我覺得 是因為我們走錯店了 因為那家店叫做 北杯棺材版 都說了 那天不移向北的 這也算喔 反正我們那天沒有吃到 大家都很沮喪了 別沮喪 台灣住處是美食 換一間就行啊 我也是這麼跟大家提議的 所以我就說 那我們就先喝杯飲料 降降火吧 好主意 大家喝杯飲料 先討論一下要吃什麼 這樣才不會這麼糗齁 所以我們就討論了 不過我們不是討論吃什麼 而是討論喝什麼 連喝的也要討論 討論的可兇了 洋娃娃說 她想要喝紅茶 簡單啊 外國人喝紅茶 浪漫 落地書聲 說她想要喝有飽足感的 我想她折騰了那麼久 肚子也餓了啦 而好迷信說 還是要有營養成分的比較好 唉唷 你們這群食杀少女 怎麼意見這麼多啊 可不是嘛 他們動一句 細一句的 我們就這樣折騰了半個小時 半個小時 我都可以喝完一杯了耶 所以我就不得已 大喊了一句 炒什麼炒啊 參在一起喝珍珠奶茶啊 好建議啊 珍珠奶茶裡面有紅茶 珍珠有飽足感 如果再加點鮮奶 裡面就有營養的牛奶 珍珠奶茶也是民洋國際的 台灣美食之一唷 其實他們說出來 有誰人會知會知 又是真相處無處 埋伏的被愛 小姐 你怎麼看起來心事重重的 今天山伯要來 我在煩惱 該怎麼讓他了解我的女兒生 好煩喔 小姐 你不能 直接告訴他們 直接 不好吧 有孩子這麼直接 我怕他會被我嚇跑呢 我知道 小姐 你可以用愛式的 你愛式她 你是個女紅妝啊 愛式 做什麼 可以的 小姐 你等一下 就這邊這邊 那邊那邊 櫻台賢弟 真不好意思 讓妳久等了 不久不久 我才剛來而已 櫻台賢弟 妳今天看起來 她發現了 她發現妳了 我發現了 其實妳最喜歡的是 珍珠奶茶 妳看 盈欣 妳也有喔 她還是被我嚇了 小姐 我一個人是 暗示得不夠多 摩爾 摩爾 山伯秀 其實 我 我不只喜歡珍珠奶茶 我還喜歡西修 我還最喜歡粉紅色 還有 原來胸材妳有此嗜好啊 別擔心 我是不會說出去的 山伯先生 妳們倆在一起 妳們倆在一起 就好像湖畔邊的 細水鴛鴦 妳的熊霜鴨 又好比天上的 比翼雙飛鳥 還有地上的 地上的 地上的 地上的珍珠奶茶 就像山伯兄 妳做的珍珠奶茶一樣 珍珠配奶茶 絕配 這位小書童 這飲料 不是我做的 是一家茶館的老闆 當初為了研發新的飲料 將粉圓加上了奶茶 沒想到深受大家的喜愛 原來如此 不過我發現 在字裡行間透露出一點 女性文學的氣息 我大膽地推測 我是女士 女士 女士有厲害的女孩 真是敗人的難得一見 女孩可以 我 我是小姐 我才是小姐 妳整個歹頭 她也是小姐 不要問我 後來你們喝到珍珠奶茶沒 當然 沒有 怎麼會沒有啊 因為那天珍珠奶茶 她沒有開啊 怎麼這麼不剛好啊 那個好迷信 不是看過農民力了嗎 怎麼會這麼不順啊 這時候好迷信就迷信地 從她包包裡拿出了農民力 她還隨身攜帶 她看了農民力之後 就大叫了一聲 啊 她看錯日子了 啊 看錯日子了 就這樣了 我們大家就原地解散 各自回家了 所以 你們食尚少女 就因為農民力 就解散了 是的 不過 聽妳講到這裡 我總覺得好像漏了一點什麼 有嗎 漏了什麼啊 有啊 妳從頭到尾都沒有說自己的暱稱啊 這有必要特別提出來嗎 當然有啊 說說看 好吧 沒問題啊 妳做什麼這樣看著我啊 沒有啊 我在等妳說啊 沒問題啊 沒問題 那妳還不趕快說 沒問題不就說了嗎 妳哪有說啊 妳只有說沒問題耶 我說了沒問題就是說了啊 妳只說沒問題哪有說 妳再說說看妳的暱稱是什麼 就草莓的沒 沒問題的問 沒問題的提啊 我 我都被妳弄得有問題了啦 草莓 大頭 我們下次見 拜拜 好痛 那妳能往我暱稱是嗎 背頭 也要記得按這裡喔